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学中午 今天是2021年9月21号,星期二 今天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假节,中秋节 在此呢,我向所有听到我语音的朋友们 至于中秋节的问候 祝您和家团圆,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这个感觉我们中国人似乎特别喜欢月亮 我们中国人骨子里是一个含蓄的 阴性的民族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别的民族 它是崇拜太阳的 原始时期就是拜火 崇拜太阳 太阳是我们说是主动性的 攻击性的 外向性的 而中国人呢,对月亮是乎情有多重 特别是每当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看古人啊,就写了很多的诗句啊 把能抒发的感情几乎都抒发完了 我们要赏月的时候,要想说点啥的时候 只会说 叫什么 哎呀,他妈的好大 好亮啊 我临时就想到这个标题 一个我们记得 当年王安时有句 叫明月何时赵我还 明月何时赵我还 那苏东坡说的啊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那么狗狗何时还 我们只有把酒问明月 这个 所以今天啊 就是借题发挥一下啊 也就跟大家闲聊啊 借着这个中秋赏月的话题 我们说这个 这还不到一千年啊 这个苏氏是宋朝人啊 应该是八百多年 别跟我 有的人喜欢 就是特别喜欢吹毛求此啊 我就说是宋朝现在不到一千年 但这句诗啊 我们至少好几百年了啊 明月几时有 八九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清晰是何年啊 我欲乘奋规矩 又恐穷楼欲 高主不声函 转诸葛第一胡赵我面 不应有恨何时长相 别识远啊 越有重点是这个啊 越有殷勤缘缺 人有悲欢离合 此事古难全啊 我是凭着记忆大概能想起这几句 我想重点 就是苏东坡啊 这是千古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人啊 认为是中国最有趣的一个文人啊 达到情怀也是很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 这个他这时候最著名的水调歌头啊 这是写在这秉承春秋 坚怀自由啊 他是在月圆之夜想起了他亲爱的兄弟啊 叫苏哲啊 自自由啊 这传流传了这么几百年的啊 都不好说千古的啊 这一首名句 这个说什么呢啊 越有殷勤缘缺啊 人有悲欢离合 此事古难全 是吧 就我们呢 身在必权啊 对这个应该是司空见过了啊 就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 不完美 不如意 是人生和世界的常态 但是 我们要怀着一颗 追求美好的心 同时要 面对 不美好的现实 去追 追求美好 是我们的心态上啊 应该是这样子 就比如说啊 面对着没有开往的现实 怀抱着必然开往的信心 勇敢的 勇敢的面对 每一个艰难的日子 过好每一天 越有殷勤缘缺啊 它是自然规律 人有悲欢离合 这也是人生常态 这些都是不完美的 但是月亮 它每当 其实每个月的十五啊 正月 不光是这个中秋啊 每个月的十五 我们按照阴历啊 他都是月亮会员啊 你从物理学家跟你解释 就很枯燥了 是吧 但是引起了人们很多的想法啊 那么从另一方面讲啊 一个是自然规律 一个人生规律 我们说到PT的时候 说到气候链的时候 它也是运盘着啊 包含着很多的自然规律 人生规律的啊 我们讲了这么长时间啊 我想说的听懂的人知道 这不全是鸡汤 不全是鸡汤 我们讲的就是啊 讲的是规律啊 讲的是道 讲的是逻辑 讲的是科学 我们说的必然开往啊 是用证据在说话 可以说是证据充分 逻辑清晰啊 理由充足 对吧 但是这一切 都没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啊 只是 目前我们还是需要等待的啊 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啊 过好每一天 信心是一直在的 希望是一直有的 而且他不会遥遥无期的啊 口沟何时还啊 八九万明月 明月不说话 月亮从来不说话 古人讲 天和言在 老天爷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吗 没有 而四十万物信念 老天虽然一言不发 而四十万物信念 四十指春夏秋冬 万物是啊 地球上的生物啊 各行其道啊 生老病死 这里面啊 就有自然规律啊 我们前段时间 很多人也喜欢反复的看 一个电视剧叫天道啊 天道就讲的是 规律的问题啊 什么叫天道啊 开网就是符合天道的啊 你每天纠结是不符合天道的啊 我们人是苍天的一分子啊 我每一个人都是一律尘埃 我们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是在天道的左右 在天道的摆布下啊 生活的人吧 我们应该放弃自己的偏见 成见啊 排除恐惧 面对事实 面向未来 说到这个道呢 还得掰扯掰扯 就是对未来的态度 未来对所有的人都是未知数 但是就有两种人 大多数的人是恐惧的 对未来是 未知的事情是恐惧的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很多人就习惯性的 总要找一些所谓的消息来吓唬自己 打扰别人 他其实也知道 这些东西都不靠谱 没有根据 但是他更害怕没有信息 没人关注 这很好呀 我们在群里面不是天天在关注吗 人是又怕未知 又怕孤独 我们建这个请知识 让你不孤独 不是一个人在一个孤岛上 不是在黑夜里 还天上 还有一轮明月呢 对未来 极少数人 是有探索的欲望 人本质上 从生物本能上 他对未知是一种恐惧的 不知道的东西 本能的是表示恐惧和排斥的 这很正常 因为对于PT的未来 在一般人心里 他是未知数 我害怕 我担心 我就担心他那个开不了 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 正常的心理不能代表 一个事情正常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哎呦 有的人现在这是一种情绪化的 你觉得开或者不开 都是一种情绪啊 很多人觉得开 觉得相对开 很多人不开 你这些都属于情绪化的表现啊 你也说不出理由 别人说的理由你也不认可 或者说你接受不了啊 毕竟很多人是 接受一些科学的知识 接受规律认知啊 我们说提升认知 这个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啊 今天早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 原来王老师今天的语音啊 是吧 讲一个基本的事啊 他每天要 不光是每天 现在要读 那从小就要读很多的书 经历很多的事 思考很多的问题啊 就像那个蜜蜂踩了无数的花海 才能挤出一两点蜜 而你是 啊 不是说你啊 不是说屏幕前的你啊 我说有些人啊 有些人他脑子从来没有用过 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啊 是一片空白 是吧 不可能一夜之间啊 两年都没有办法 他根本 就是个大脑没有经过格式化的啊 他不会接受知识 没有什么认知 而且放纵自己的心情啊 很任性 然后有钱任性 没钱的人更任性呢啊 任性自己的狂妄无知 拿无知当个性啊 这也是脾气里面的一部分人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我们也 就是宽容一点啊 月圆之夜啊 我们讲讲包容啊 没有要求你必然相信啊 因为信不信都是你自己的事啊 你的必在你的手里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号留住就完事 其他 这也是对你自己负责啊 也不是强制性的要求 也没有谁有资格强制性 你必须相信或者不相信 是不是啊 完全在你自己 你得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情 是吧 那么未知啊 如果人从一个 本能上他都是恐惧的 但是 我们受过理性思维的训练 受过科学逻辑的训练的人啊 他对未来啊 未来不管你害不害怕 你是必须要面对的 但是未来是有迹可循的 对不对 未来是有迹可循的 啊 他这个技是怎么个 我们说这个中技 未来向何处发展 是吧 从过去而来 从现在而来 啊 他是有迹可循的 自然界的 我们说啊 今天晚上啊 月亮最圆 圆了之后呢 他会慢慢的缺 啊 慢慢的一天少一点 变瘦了 然后变弯了 然后又慢慢变胖了 又变圆了 是不是 这叫自然界的规律 那人世间没有规律吗 也是有的 啊 尤其是金融界的规律太多了 比如说啊 最近传的最多的 我们说恒大啊 他为什么会爆雷呢 是吧 道理很简单 杠杆太重 啊 杠杆太大 有些做合约的 我们说啊 杠杆越大死得越快 啊 你合约搞个一百倍杠杆 可能五分钟就爆仓了 但你要知道恒大的杠杆 都不止一百倍 杠杆大 你又碰上 你又搞错了节奏 对不对 那合约他是死得快 发得快呀 比方说昨天那种 那种行情 如果你是做空的 不就很快就发达了吗 你杠杆大 又踩错点 啊 恒大是踩错点啊 三年前 就应该悬崖勒马了啊 不听劝啊 大领导的说了 房住不吵 啊 结果 是吧 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之外 还有人世间的规律 金融界的规律就更多啊 你不能触碰这些啊 触碰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大家很惨重 这些古人讲啊 君子何与时而动 啊 何与时而动 什么叫时啊 就是时机 这个时机不让你动 就不要轻举妄动 这个时机没到 他没开 你就别整天琢磨 纠结 没有用啊 一个是没有用 二一个是 讨人闲 对不对 按钮用 谁手里没按钮 谁都痛苦 谁都在等 谁都盼 你要求别人跟你一样的一个普通的用户 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属于无理要求啊 强人所难 强人所难 就等同于耍流氓 对不对 今天是我们观光以来应该过的是第三个中秋期 我希望就到此为止 这是我一个美好的愿望 我不希望到明年中秋的时候 我们还要把酒问明月 够够合适贵 好了 先话休息啊 到现在呢 我们还是 就是那句话 越来越近啊 靠近的近啊 我们 认真的 关注 数字人民币啊 背后啊 相关方面已经透露了啊 下一步是吧 这是2021年啊 央行发布的啊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21上面讲到的啊 下一步啊 是一个政策环境 还有一个基础设施啊 你如果 你关心又找不到方向啊 你顺着这个逻辑去啊 关心就好 但是我更建议啊 你离他啊 如果你不具备啊 一定的知识储备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的话啊 还不如杜绝一切消息啊 你知道了有能怎样 不知道能怎样 最后结果都一样 按钮能打开啊 你自己能进入网站 那才算开了啊 别人说的 开或者不开 一点都不重要啊 关注着这个今天落地 明天落地一点都不重要啊 你今天知道你又不能去排队 又不是到加勒夫抢鸡蛋啊 你排队排早了 你身体不好 还被人踩死呢 是不是 两年多了 心态上一定要放平静啊 学会面对不如意 学会处理啊 这种不完美的 不如意的事情 尤其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情 很多人到现在停留在婴儿阶段啊 每天就掰扯来就是开不开的问题啊 有些人给他升级了一下啊 那什么时候开的问题 我觉得这些都不 没有必要去花时间精力啊 我们应该啊 时间精力 应该过好当下 过好当下 啊 有能力啊 有能力的啊 去找点事情做 啊 我个人觉得啊 最应该机会最多的当然是B权 所以我啊 也在这个 每天啊 主要的精力还是在B权上 嗯 广义上我们做的也是一项投资啊 我们知名狗啊 也是一种投资对吧 投资啊 的钱啊 很难通过别的方式挣回来啊 金融 就是这样 给你巨额的回报 也给你巨 它是以为双人界啊 同时也有可能 巨大的风险 是吧 我们前几天讲过啊 这个今天 呃 任美娃老师 也提到 就说这个B啊 能不炒最好别炒 啊 一个是 普遍人都炒不好 啊 炒的B越来越少 钱越来越少啊 大多数人的大概率啊 都是炒不好的 二一个呢 B式的机会呢 你不炒B反而能够把握得到啊 除了囤啊之外还有一种就价值投资 所谓的价值投资就发现价值币啊 发现怎么去发现价值币 它是有逻辑脉络的 有迹可循的 也是普通人可以把握到的啊 这是最难得的 全眼花缭乱的啊 那么多的机会 我们去做自己能把握的事情啊 炒币也好 是把握不了的 合约更可怕啊 你不但把握不好 等于接个飞刀 割伤自己啊 那也不是说啊 别人给你一个密码啊 别人给你一个链接 你就开始一夜暴富了啊 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还是跟你的学习能力息息相关的 那有的人说 哎呀 我确实没有学习能力 我年纪也大了 我我就想躺赚 我手里还有点钱啊 这也很简单嘛啊 我们说这个 要金融市场 机会多的是啊 你要是对于 就是说我就是有点钱 我我懒得动脑 我也动不起脑 我没 我这东西 费脑的事 我干不了啊 学习起来比较困难 靠谱的事情 我们说就是 这种像理财式的行 你这是属于找个可靠的 平台进行理财啊 我们以前给他说过 这不是啊 做那个 我们有群友 我们PTP很多人 不说很多人 个别人做了好多年了啊 有的是官网前就在做 到现在两年多了啊 观察到现在就说啊 比方做这个外汇啊 海汇 你是吧 当然他的门槛也提高了啊 门槛都是十万起啊 门槛都是十万起啊 每个月给你发一次收益啊 这种你你只要开了户入了金啊 不用多脑子啊 每个月你提现就行啊 你不愿提现自动付投啊 要是 又在币圈里啊 又又在币圈里找到 一些靠谱的啊 同时也学习了 也了解了 比方说我们 最近一直热播的飞度形态是吧 尤其是在昨天这种暴跌 雪流成河的暴跌行情里面 大家感觉到啊 DeFi这个 DeFi啊 DeFi是一个不能错过的蓝海市场 但是也前提你的找一个靠谱的平台 所有诱惑的多的地方啊 肯定也是陷阱多多 你的认真去辨别啊 都要辨别不清楚呢 那都花时间是吧 我这半年来啊 很多很诱惑的 我都是很谨慎的关注着 关注着关注着 后来哎呀 人家出状况了 哎呀我就庆幸还好这个没有跟群友们推荐 是吧 但有的呢 就说我们看项目啊 核心的逻辑啊 这两年都给大家讲 这看着项目 他是他本身挣不挣钱啊 他本身挣不挣钱 对不对 你从那挣到的钱是他挣的钱分给你的 不能说把你的钱分给他了 是吧 更不能是啊 你挣的钱是你拉来的人分给你的 这就麻烦了 是吧 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造血啊 也有一个健康的造血 是吧 你就具体表现啊 我们现在就忌讳 是吧 现在还有一些 也是低费的 也很诱然 但是 你这机会人家是锁仓的 我现在这是犯病啊 锁仓七天我都受不了 为什么 几乎是锁仓的 还没有说不出问题的 啊 那你能不能把它搞清楚 我都懒得花时间去搞清楚 对不对 这个 就大家都忌讳 就是说 低费啊 低费有流动性挖矿呀 什么借贷呀 低费的玩法太多太多了啊 就说我们现在追求都不是暴力了啊 都不是日进斗军了 你过细水长流安全靠谱是 我们第一选择啊 是吧 只要你安全可靠 你是5%还是10%不重要 你要不安全的20%我都害怕 是吧 我们就谈这个 我们选择项目 选择物色目标啊 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啊 自己是有底线的啊 有那个 也是吃了很多亏啊 栽了很多根土 低费啊 低费我们去年这时候 我们做了大一吗 那是 现在就是心里想起来很难过啊 那什么的第一课 那第一课交费了我们很多啊 但是有了这一课垫底是吧 我们以后碰到了 就会有很多雷区啊 从这个 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教训来吸取啊 比方说啊 挖什么矿的问题啊 你得给我挖真金白银 你别用我的以太坊挖你那个 你那个币啊 你那个币最后把我的 把我以太坊骗走了是吧 啊 你的币涨了几十倍几百倍 结果我以太坊全部给你那个币吸走了 然后你的币开始暴跌 然后把以太坊就没有了 是吧 这是最应该避免的啊 诸如此类的是吧 那么后来还有 DeFi里面的坑啊 这跟大家说过也提醒一下啊 不要建DeFi就少啊 不要建DeFi就少 比如说有的合约 有的DeFi的币你买了 你发现它天天涨 但你想卖的是卖不掉 这属于他智能合约里面有漏洞的啊 这个所以现在一般玩DeFi 首先你的智能合约必须要经过审计啊 必须经过审计啊 没有经过 经过审计的不能代表他一定安全 但是没有经过审计的 问题啊 这是一个必备的 就经过审计你根本就没 审计他至少能把这种漏洞给你排除啊 好 经过审计的就安全吗 不一定的 还有一种玩法叫 项目方撤池子 对不对 项目方撤池子 我们大爷妈就是个典型的呀 长得正欢的时候 项目方把自己自行持的以太坊 全撤了啊 就形成他方事故 怎么杜绝项目方撤池子 你又 他的按钮你又把握不住啊 这个就从项目本身的造学 如果项目能够挣钱 项目方如此加弱 他能挣钱 就他的项目本身啊 是能够挣钱的 他不会去啊这种做这种短视形 如果项目存在一个泡沫 玩不住啊 大概率 他撤池子就被收割嘛 是吧 一些老生常谈 做任何项目 天花乱坠的 好上天的 要长额奔月的啊 你也不能缩哈 也不能负债啊 这可能是 PT给我们最大的教训 你要是传统金融人士 但凡是炒过股啊 或者是怎么的 因为你现在去炒股 股证券公司一定会给发个小册子啊 叫风险教育啊 风险教育 就PT也好 其他资金盘也好啊 发现一个叫做奇葩现象 奇观啊 为什么这些人都敢啊 抵押房子 或者是刷信用垮 完全无视风险 就从来就他的头脑里 没有风险 这个是闲啊 没有这个人闲啊 因为再好的事情 他都不能保证啊 在你落袋为安的时候 都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 你必然赚到这个钱 一旦有意外啊 你的想 你的从坏处出发 去往好处找手去做事情 投资是绝对不能犯这个 不能触碰的火线啊 就是过度啊 超过自己承受力之外 去举债啊 或者是什么的啊 梭哈一根 对吧 就是李嘉诚经常讲的 不要跟项目谈恋爱啊 最后说说这两天的必是啥情况 哎 大跌了 就在问 为啥大跌呀 是吧 哎 其实这种 这种问题首先是无效的啊 你应该关心自己的仓位 就是我手里的币是卖掉呢 还是我现在抄底呢 是吧 说这个币一跌一涨 他会有各种人来跟你解释啊 但是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不对 有些解释靠点边 有的靠不着边 比方说昨天这种暴跌 大部分啊 传说很多 流传最多的就是恒大暴力事件啊 这个但是这个恒大确实出了状况啊 他在市场上的恐慌 因为他很大可不小啊 1.9万亿啊 接近2万亿啊 啊 他留短期流动负债6000个亿啊 这就现在谁给他6000亿 他能缓一缓 我想你负债是学习金融最快的一个方式啊 很多人从来不学习也没有学 但是你遇到事了 你不得不学啊 所以我说过一句话 你现在很多人还是还不上信用卡 你就从这个还卡负债啊 这是了解金融这个行业最便捷的一个手段 恒大你看 咱们欠个千吧 几千上万几十万的啊 恒大是两点 啊 将近两万亿啊 人民币啊 短期流动负债6000个亿啊 也就是说 比方说我欠了信用卡 公司十个亿 分别在十个卡上啊 每个都要还 呃 最低还款都要有一万多啊 怎么办 很很简单 给你两万块钱 你就把这账期绕过去了 是吧 你每一个卡还了 然后刷出来 还了刷出来 你是牺牲掉手续费 这样你的真信在银行还是好的 你算还了啊 啊 银行在那边 你的你的信用还是良好的啊 你不至于被真信被拉黑啊 恒大现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很严重啊 因为现在谁也不愿意给他这六千个亿了 不在是学习金融的最好一个切入点啊 切入点 呃 然后其次呢 市场上还有什么利空的传闻 那边土耳其啊 土耳其那个那那那 我们不不说他的坏话了啊 那个埃尔多安总统 此处省略很多负面的人身攻击 那种反正对他没好感啊 他居然说土耳其正在举国与虚拟货币作战啊 英国 英文原版叫英国 在战争状态啊 有病了 犯得着吗 招你惹你了 人家人家萨尔巴多还把比特币作为 作为那个什么 法定货币啊 昨天趁着暴跌又买了150个达到了700个比特币 这边人举国要跟速度货币要宣战啊 又一个可能的利空就是韩国 韩国他韩国是通过了法律 然后合规的给你发牌照 不合规就赶走啊 结果好像是30个合规的 60个不合规的不合规的里面居然包括币安和OK啊 合规的里面包括火币 也就是火币拿到了韩国的牌照可以营业 币安和OK都没拿到没拿到 先期离境啊 不允许在韩国玩 是我告诉你这个币市啊 每天好消息坏消息都是参办的 好消息一大堆呢 你看下那个很多次媒体编达 9月21号币圈十大什么热点消息啊 那好消息比较最大的巴西最大的什么 投行开始推出BTC买卖服务等等人 这消息也很重磅啊 所以这个消息你怎么看呢 他就是利空消息对对人形成恐慌啊 你要提前知道早点跑 现在呢跑又来不及啊 有人心疼 这是一方面 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啊 现在我是抄底呢 还是拿着币呢 还是先跑了再说呢 就是涉及对后市的判断 我认为啊 这个跌已经跌了几天了 现在呢 市场总是很微妙 但是市场已经无大 不会再出现以前那样 要么牛市单边长长长 要么熊市跌跌跌跌跌啊 他很可能是宽幅的震荡 宽幅的震荡 宽幅的震荡啊 就是他上到一定点位上不去了 他就跌 跌到跌不动 他再涨 而且这 未来啊 有可能是这种概率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2021年啊 是数字货币市场 整个扩容非常剧烈的一年啊 嗯 扩容 就是资金啊 机构啊 像传统 投资机构啊 就进来的 你说但凡什么一个机构 开放了比特币 你要抄底一定要证明他落到底了 你你放得远看 现在大家都在山峰上啊 他很有可能按照经典的技术 他有可能啊 一个叫坡长雪 或一个长下坡 神不见底的跌下去 但是这下行啊上学啊 是吧 现在我觉得 你如果 现在就是官方是最佳的策略啊 官方啊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想卖的也等一等啊 想买的更要等一等 因为现在真的是啊 微妙 但是大概率他不会再跌多少 也不会暴涨多少啊 宽幅震荡的这种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啊 也就是说啊 以太坊 比方说以太坊 他很难 就是你看他每天收盘的时候 很难是三千点基本上很难失守啊 怎么破下 昨天到两千八了还能收到三千以上啊 那个比特币呢 四万可能也能守得住的啊 一个再一个呢 现在的市场还是 唯一比特币 比特币 拿手是针 就是看比特币的脸色 但比特币呢 走得很诡异啊 最近 他的假动作特别多啊 而且是急上急下 每天的幅度也很大啊 物资很诱人啊 很很伤人啊 把握不好 也就是市场的节奏变快了 他一拉伸 很多币就跟着涨涨 他突然会扭头的时候 别的就突然在跌 这种市场是不好操作的啊 大家 看就好啊 不要动手 而且注意到一个现象 在以太坊跌的时候 大家都跌 但是跌的幅度不一样 有的就像这个病毒啊 同样面对这病毒 有的人就感染了 有的人就不感染啊 就在这个跌势中 有些币是强势的 他跌的时候会少跌 涨的时候会涨得更多啊 慢慢的会 以后会这样啊 告别 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这种指南针的作用啊 现在慢慢的啊 现在现在还不明显 总的原则是尽量别吵 尽量别吵 吵是很痛苦的啊 怎么做都是错啊 着着靠谱的 细水长流的啊 天天见钱的啊 随进随出不所仓的 飞度是多么好 是吧 OK 今天就聊到这儿 最后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啊 谢谢